哇塞! 很厲害耶! 嗚嗚! 是不是很彩操? 然後它這上面是三種不同的鮪魚部位 我剛剛寄看的時候就是它真的是油脂非常的豐厚耶 就是它一直在反光 今天的企劃呢就是要來開箱三款 居家防疫超豪華台北名店的外帶便當 首先呢這一款呢就是續集的海陸便當 超大超豪華 然後呢這一款呢就是樂軒的和牛便當 最後這一款呢就是齊鋼琴的這個鐵火凍便當 哇!而且我跟你們說就是這三款便當啊 就是它的要價都快要一千塊 我要先幫我的錢包就是默哀三秒鐘 但是呢剛剛提完我這樣介紹 應該就知道今天的便當真的是很厲害吧 因為它們都是出自於非常厲害的餐廳 第一款呢這個就是續集的海陸便當 它的售價是690塊錢 你看它的外觀是就非常的豪華 這是我收過最大的便當耶 然後我現在直接打開給大家看 嗚嗚!是不是很彩操? 然後它這個是一起的 是炸蝦跟鰻魚飯 其實續集呢就是台北一間很有名的那種buffet 但疫情期間不能去吃buffet怎麼辦呢 沒關係 它已經幫你把所有的菜色都蒐集起來了 然後就是變成這樣子九宮閣的一個便當 是超彩操的!感覺就非常的好吃 那我就先從這個鮑魚開始吃起 很厲害! 很厲害! 然後呢它還有這個也是有干貝 基本的 欸很厚耶 這個干貝呢我就不客氣了 我要一口直接塞進去 非常的厚實 好好吃喔超爽喔 第二款呢就是樂軒的和牛便當 它的售價是780塊錢 然後它便當外觀真的很漂亮耶 因為它這邊還弄了一個那種紅色的腰帶 就是很日系送禮物的那種感覺 因為它的包裝實在是太漂亮了 就是很怕把它開得太醜 所以我就還特別拿著剪刀出來剪 哇賽! 很厲害耶!有沒有 登登!看起來就超級豪華 那樂軒呢就是台北的那個燒烤名店 那我這次選的便當是和牛的牛舌 再加上牛五花 你們看一下這牛舌 切的是不是超厚? 它其實給這樣很有誠意耶 真的切超厚的 太好吃了吧 它這個油脂 在嘴巴裡面這樣整個釋放開來 天啊!超級香的耶 然後它的牛舌很脆 就是不是那種老老的牛舌 超好吃 然後旁邊這一排呢 是牛五花的肉片 登登!你看 也是蠻大片的其實 它也是送進去那個油脂箱 真的就是直接在嘴巴裡面這樣子打開 太香太好吃了 然後就是一定要配這個 我每次都覺得泡菜跟燒肉 就是最大的組合 然後你看旁邊它這個蛋 欸這真的是很厲害耶 因為就是像我自己煎蛋的時候 我都會把蛋煎成蛋花 可是它的蛋就是很混圓 然後上面呢還是做一個半熟 這個蛋很漂亮耶 哈哈哈哈 我竟然連它的蛋我都覺得很喜歡 這個便當我覺得 以CP值來說 我是可以接受的 因為它真的很好吃耶 就像在店裡面吃它的那個燒烤一樣 這個便當可以 第三款呢 就是奇鋼琴鐵火凍便當 它的售價呢也是今天餐裡面最貴的是800塊錢 登登 你看它的外觀也是非常的漂亮耶 就是還有設計他們家的這個logo 然後還有櫻花這樣 也是非常的日式 好 那我就撕開給大家看看 哇 滿滿的鮪魚 身為資深老饕的人呢 應該對於奇鋼琴就是完全不陌生 然後他自己在店內吃的話 應該也是要動輒一個四五千五六千吧 但是呢 他今天就把你做成這個便當 直接送到你面前 是不是超讚的 那我今天點的這個是鐵火凍便當 所謂的鐵火凍呢 就是鮪魚蓋飯的意思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就是鋪滿 滿滿的鮪魚生魚片 然後下面是醋飯 然後它這上面啊 是三種不同的鮪魚部位 我剛剛進看的時候就是它真的是油脂非常的豐厚耶 就是它一直在反光 我要直接從中間這個油花看起來 最後的鮪魚下手 你看它這鮪魚是有一點點透光的那個顏色耶 超漂亮的 好我要先吃囉 いただきます 我只能說我現在就覺得好吃到說不說話了耶 就是它鮪魚的細胞現在一直在我的味蕾上去跳舞 再配一口這個醋飯 我好喜歡他們帶的醋飯喔 因為有一些醋飯會太酸 可是它的醋飯是滿剛好的 我覺得這個酸度是我可以接受 我還滿喜歡的耶 我覺得我現在很想要就是來一杯冰啤酒耶 這真的好棒喔 我覺得這真的可以買耶 這應該就是你居家防疫最療癒的一個便當了 以上分享完呢 三款超豪華的防疫便當 大家就可以在週末的時候換換口味 犒賞自己一下 就是獎勵自己有好好的待在家裡 這個一段時間 我還是買了這麼多忙 我就是把任天使用你